7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前往美国 本人已经在美国要被驱逐出境 那么该案一旦实施要怎样才能得到豁免呢 一起来看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正考虑以2017年曾经针对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所使用的移民和国籍法 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 针对已经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 则是驱逐出境 受影响的中国人高达2.7亿人 第一 它的象征意义很大 它反映了美国政府决心和这个共产主义 这个压迫人类的这种共产主义政权进行切割 这个而且非常坚决 第二个它确实会影响相当多的 这个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这些人进入美国 查出来是共产党员隐瞒没报的人 这个就是要把他们签送出境 但这个严格的禁令也有例外 如申请人证明自己是非自愿入党 或者在提出申请的一定年限之前 能证明自己已经退党 消息在7月15号传出后 Google Trends上退党的搜寻随即飙升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 由他们发出的退党证书 可获得美国当局承认 根据美国移民法律 如果申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 通过欺诈而入境入籍 一旦遭到举报 可能会被吊销绿卡并遭遣犯 新唐人记者柯林婷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